徐徐会梦 终将所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江音音 自从上次跟大家线上见面后 受到了大家的喜爱 听说收到了很多的问题 今天我就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你是怎么样了解到爱多美的 其实我之前呢在一家国企上班 就是爸妈那辈所谓的铁饭碗 但是稳定的工作 让我看到了我退休时候的样子 我就觉得在我最该去打拼的联系 干了这样一份稳定的工作 未来我会穷得特别稳定 也正是因为类型的这种焦虑 我一直在寻找事业新的突破口 于是我决定自己去创业 那一般说到创业 首先想到的就是 开个什么店啊之类的 就让我感觉到 这是一个很简单容易上手的事 然后我就想当然的去创立了一个食品品牌 然后不到三个月 哇我每天就真的就是那种 睁开眼睛就是房租 人工水电这样那样的成本 我感觉我每天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我就发现连开店这种简单的事情 真的都不是普通人能干的事 于是创立食品品牌的这件事最终就以失败告终 后来我因为怀孕生小孩就接触到了社交电商 我自己呢还是一个刚刚跨境互联网行业的一个小白 哪怕是一个小白 我只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万人的团队 但这就是趋势呀 趋势就像一场龙卷风一样 来得快去得也快 没有多长时间 我就发现我所有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 所以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勇气跟我的铁饭碗说再见 不劳动就没有收入啊 这些事情根本让我连明天和未来在哪里都不知道 大概在两年前的一天 我的朋友约我去喝咖啡 到了咖啡馆我看到满桌子的产品 我心里就在想怎么到咖啡厅卖起产品来了 但是朋友的面子总归还是要给一给嘛 我于是强忍着坐着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我记得当天那个分享的老师 他拿出一把牙刷来分享的时候说 这个牙刷是可以抗菌的 我心里就在怼他说 怎么了你怎么这把牙刷还可以抗得到菌 然后他拿出一瓶化妆品的精华 就跟我说这是得了奖英时大奖的 因为我没有听过奖英时大奖 我心里就怼他说 因为所有的知名品牌都不会来参加你这个比赛 裁判员运动员都是你自己 所以你才得了第一名 当天我把那个分享的老师怼得气鼓鼓的 我也听得气鼓鼓的 所以我的爱多美故事一开始是从一名杠筋开始的 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最后让你留下来的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一支防晒霜 因为在那天分享的时候 分享的老师拿出了一支防晒霜 然后他在我这个杠筋的手上就挤了一点点 我没有办法 我只好把它抹开 但是当我在手上推开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因为完全没有刷墙的那种发白 也没有平时涂防晒霜那种 涂在脸上有一种脸被封住的感觉 是一种吸收很快 同时没有任何的油腻的感觉 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毛孔都能呼吸 因为我知道抗摔是我们每天都需要涂的 就是防晒霜 但是因为以前的防晒霜太闷了 不舒服 所以经常就没用 我就在想 有一个可以让我毛孔都能呼吸的防晒霜 我不是就可以每天坚持去涂了吗 这支防晒霜估计400块钱左右的话 我今天就买这款产品回家吧 结果分享的老师说 这款防晒霜只要66块钱 我一下就被惊了 因为在我心里根深蒂固地认为 钱认得到祸 结果那么好用的东西还那么的划算 所以我现在很庆幸 是那一支防晒霜把我留下来 于是我和爱多美的后面的故事 就是从这一支防晒霜开始的 真正让你爱上爱多美的是什么 让我真正爱上爱多美的 是爱多美让我逐步出富 就可以竞向全世界的好物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鲜事物的人 我很喜欢旅行 以前出国旅游也是买买买 但是爱多美它凭着过去十几年的经验 在全球各地去寻找优质的产品 通过爱多美以超值的价格供给全球的消费者 也就是现在哪怕疫情我们不能出国 我们也能很好地享受到来自全球各地的好的产品 同时我们因为也不能出国 就可以让全世界的人享受到来自我们中国的好物 也让我们中国的好的产品 通过爱多美这个流通疏流走向全世界 爱多美的那么多的户户品产品当中 你最喜欢哪一款 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的集中护理安瓶 因为这个集中护理安瓶有满满的设计感 它一按就迸出活性精华来混合 让我第一眼就被它这个设计所吸引 其实我以前也用过其他品牌 28天集中护肤的精华 但基本上我们用的那种精华的特点呢 就是它每一瓶里面的液体都是一样的 但是爱多美的集中安瓶很棒的是 它每一瓶都不一样 它从零号的保湿到一号的美白到二号的紧致到三号的抗衰 它从四个维度全方位的让我们的皮肤提前完成28天的一个代谢的过程 让我们皮肤真真正正的回到最最最年轻的那个状态 特别是我有一个朋友 因为相信我的分享就提前体验上了集中护肤安瓶 他有一天来跟我反馈说 他开会的时候坐在他对面的同事就这样一直在看他 后来他的同事就给他递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你的皮肤好好呀 好有光泽呀 他当时给我说他简直开心死了 他太爱爱多美的这个集中护理安瓶了 第五个问题是 你的皮肤那么好 有什么秘诀吗 其实我除了会大量的用爱多美的爱斯洛特真言系列以外 还有我们的集中护理安瓶 我还会类伏爱多美的胶原蛋白 因为女人嘛 我们的胶原蛋白就像存钱在银行里一样 它是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的 会随着我们的年龄逐渐增长 我们的胶原蛋白会逐渐的就像取钱一样取出来 所以会越来越少 但是胶原蛋白它不仅会在我们的脸上 它还会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各个位置 包括我们的关节呀 指甲呀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补充胶原蛋白 那爱多美的胶原蛋白呢 它是百分之百从鱼鳞萃取 跟人体皮肤的结构相同的胶原蛋白 而且呢 它只有512道尔顿 也就是说 它的分子小到只有头发丝的截面的12.5万分之一 而且它的含量一瓶有3270毫克 一天一次由泪往外 从源头去补充 不仅因为它的含量高 而且它里面还含有弹性蛋白 这个弹性蛋白非常重要 它是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不那么老太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个胶原蛋白每一瓶小小的 非常方便携带 随时都可以补充起来 好的皮肤就是外肤 内肤 双管齐下 爱多美产品为什么可以在低价的同时 还能保证品质 这就是因为我们还有强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 科马B&H 科马B&H是韩国的科马和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 共同出资成立的第一号研究所企业 韩国的原子力研究院主要负责我们产品的研发 那科马集团呢 它主要负责我们产品的生产 正是因为强强联合 我们爱多美的产品就可以坚持优品良价 爱多美为了保证产品的品质 听说开发产品不计成本 那又如何保证更合理的价格呢 其实我们大多数都知道 一般我们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 就会采取招标竞价的方式 对吗 那供应商为了得到订单 当然会用更加优势的价格 但是供应商也要保住自己的利润呢 是不是他一定会在产品的品质上有所压缩 而爱多美呢 他采取一品一色的原则 他在开发同一款产品的时候 在这个产品的领域里面 找到最优质的一家生产企业 我们的订单就只会给这一家企业 例如爱多美的牙刷 是一家有着二十多年历史的牙刷生产厂家 在这个厂家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 他们当时都没有放弃研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牙刷 因为朴涵季董事长的独特眼光 看出了当时开发的产品很具有价值 使用了有抗菌效果认证的油盒的刷毛 有除去容易繁殖细菌的橡胶 改善了材质 不含双分A 对人体也不伤害 并且更加的耐用 供应商都对朴涵季董事长的眼光 惊讶到了 但当时出现了一个 让供应商非常头疼的一件事情是 董事长提出 我们要同样的品质 超值的价格出售 也就是说 本来要卖二十块左右的牙刷 我们只要求七块钱出售 将一般的价格 转变为超值的价格 因此诞生了我们优品 良价的代表作 每秒卖出一只的牙刷 秒刷 正是因为这把牙刷 带动了爱多美 合力成善的良性循环的过程 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就是为了缩减成本的价格 爱多美公司提议 事先为供应商提供现金结算 爱多美在第一次订购 二十万只牙刷的时候 履行了提前付款的约定 同时也为了确保 按时购买原材料 爱多美公司提议 事先提供相关的费用 供应商正是因为爱多美公司的体量感 感到了责任更加的重大 为了缩减成本 那么与其他的合作厂商 更加努力的商谈 也借鉴了爱多美的方式 也答应为合作厂商提供四先付款的服务 最终实现了超值价格的奇迹 这也是成为合作伙伴的动力 因为和爱多美公司的合作 2011年年生产量仅仅只有500万只的这样的生产厂商 以后的每一年都以百分之百的增加量 不断的刷新记录 以惊人的销售额 作为韩国国内第一个创下记录的单一产品 你开启爱多美事业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现在经常听到某某某明星突然猝死 或者某某某程序员倒在工作岗位上 现在的心血管疾病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 现在心血管疾病已经非常非常的年轻化 而心血管疾病已经不光是在中国 甚至在全球都是头号杀手 这些事情不是一天形成的 是日积月累的过程来的 所以我要把多多的这种预防的关联 以及心血管的科普不断的传达给我身边的人 预防也要从日常开始 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你去修一个房子 我们要干嘛 气墙是不是需要砖和水梨 对吗 还有钢筋原材料对不对 如果你要修这个房子 是不是要把这些原材料弄来 你的这个墙才能砌成 我们的身体是一样的呀 我们的身体的组织需要的是细胞 细胞需要的是什么呢 是各种的营养元素 你的身体有问题 或者你的器官出现了问题 需要修复 那就需要的是合成细胞的这些的原料 也就是你需要补充各种的营养素 如果你不补充这个营养素 那身体的这个墙就没有办法砌成 当我们身体在出现某些急性病症的时候 确实是需要一些药物来对抗 来解决及时的问题 但绝对不是长久的问题和需要 我们身体长久的需要是营养素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补充一些 我们身体所需的营养素呢 它是可以改善我们身体的一些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营养素 帮助我们身体修复 补了一些我们身体的这个洞 所以你想一想 补这个洞 你是用纸糊 还是用水梨钢筋 用纸糊 就是解决了一时的问题 用砖墙来糊 就是解决了根本的问题 所以我们分享爱多美事业 不仅仅是为了挣钱 而是要把一种新的理念 新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分享给我们身边的人 让更多的人意识到 预防大于治疗 其实我们任重而道远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大众精品 你问我答时间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换一个品牌 换一个人生 持续消费 带来持续的回馈 谢谢大家 我是江一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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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